我们是前年等于是2007年的年底开始规划企划 就是拍摄的企划 那去年去年正式开始拍摄 那因为也是必须要获得团长的同意 所以就是三顾毛鲁花了一些比较长的说服的时间 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红的团体了 他们就搞不清楚我到底要拿来干嘛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顾虑 那我也才发现说原来我拍这个纪录片是有被他们调查过的 对这很有意思 但是呢后来他们信任我之后 那个动员的力量其实就是很广泛的 那包括我们拍摄到的侠女 访问到的侠女基本上有超过60位 对然后 这几乎已经是当年侠女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规模的成员 老实说所有参与过的侠女大概有300多位 就是因为他们累积了24年 这样子一起一起下来 然后来来去去的这样子 那访问到这么多的侠女 就是把他们不同齐齐加入的侠女 那就把这个逸侠他们的那个发展的过程 其实可以把那个光谱排比出来 那我们觉得蛮高兴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逸侠他走过的那个24 就是四分之一的岁月 事实上台湾也是经历了变动很剧烈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片名叫做逸侠年代的缘故 就是一方面透过艺霞歌舞剧团 这样的一个表演团体的了解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段那个 我以前从来不认识的台湾 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我觉得拍这个题材 真的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它连接的东西真的是太丰富了 那以至于就是说 我们那个说故事的方法 事实上一直在演变着 那这个片真的是很很剪到剪到那个放映前 几天才真的才算完全订稿这样子 包括影片当中有一段很珍贵的八厘米 就是那个香港虾米提供的 那是一个多月前才拿到我们手上的 哇 对 当你整个的片子已经剪得差不多了 然后突然又蹦出这些珍贵的这些影片 你怎么办 所以就一定要加进去啊 你怎么取舍 就是包括今年其实也多访问到很多对象 因为去年基本上一整年 比较以艺霞内部的观点为主 包括我们访问侠女 访问跟他们合作过的服饰行 唱片行等等 那今年基本上就是比较往外的观点扩散 包括受到以前艺霞影响过的艺人 然后包括白彬彬 行风大哥等等这些人 那最重要还有一些虾米的一些见证 他们真的是那批八厘米的影片 要不是他这么贵宾级的等级 真的是没有办法留下那批资料 因为以前是基于商业机密的考虑 所以就是以前的第一代负责人 王振宇先生是很忌讳人家拍摄的 就会担心说有那个外流的问题 被模仿的问题 因为他们真的串红之后 是真的就很多其他的团体也兴起 带动那个歌舞团表演的风气 包括我们还听到一个资料说 那个时候的布袋戏也受到歌舞团的影响 就会做出像真人一样大小 然后来跳那个跳舞 有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出现 有这样的一个表演